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 作为音乐家固然要时刻努力练习 不过在英国,部分音乐家近年 还要面对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 影响心理健康 黎贝卡七岁就开始学习吹奏小号 现在已经成为音乐家 不过,他说单靠演奏根本难以维持生计 所以演奏之余,还要用额外时间教导学生 这种压力令他难以集中精神演奏 甚至出现焦虑等症状 他的情况并不罕见 英国一行针对音乐家的调查显示 在6000名受访音乐家中 近三分一表示情绪低落 四分一人考虑五年内转行 有当地专门关注音乐家精神健康的 志愿组织负责人担心 如果情况持续,会影响英国音乐业 英国政府就回应说 已经投放数以百万计英镑 推广街头音乐 和协助音乐家打入国际市场 对音乐家打入国际市场